蚊蟲不一定是破壞農作物 好,大家又回到另一位節目 這一段時間會講到昆蟲和龍劍 大家就在畫面看到植物上的小蟲子 有大小小的蟲子都長得很密 首先,昆蟲不一定是破壞農作物 有蟲就要趕著牠 可能大家聽過很多新聞 那些蟲吃光農作物等等 其實經過上一部分的節目 大家就會知道,至少在授訓的過程 昆蟲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們隨便用一些藥物去趕昆蟲 而這種做法不是針對性的 可能很多昆蟲都接觸不到植物 其實對我們的糧食和環境等等 會有更大的影響 這一段時間也交給兩隻蟲子 繼續幫我們講解 好,這張照片的背景是什麼呢? 那張照片我是在天面的農場拍攝的 我們會看到有一棵縮起來 這些綠色的小小的蟲 就叫做牙蟲 這隻蟲其實是會吸食植物質液 亦都會全病的一種蟲 那時候有那個農夫問我 究竟我們應不應該要防止呢? 那我那時候眼見 牠們有大約三十棵粟米 而這三十棵裡面 大約有八成 二十四棵都有這種蟲為害 那我那時候建議牠們 我應該要做一些控制了 為什麼呢? 是因為當一些害蟲 牠們的數量太高 密度太高的時候 就像例如非洲的蟲 那樣 牠們吃光大部分的作物的時候 我們這個時候 因為牠們已經達到一個 叫做經濟危害水平 我們就需要防止牠 但是如果那個農場裡面 我只有一棵粟米 可能有零星有一片的一些牙蟲 如果牠們的數量是很低 或者我們預期牠們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增長的時候 其實牠們還沒到達這個經濟危害水平的時候 我們根據害蟲防止的原則 或者搜查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牠們在這棵植物那裡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人類不想用農藥呢? 或者我們科學家不想大家 一開始看到有昆蟲就用農藥呢? 首先在農藥方面 我們為什麼主張用農藥呢? 我們現在認為 一個很低的質量農藥 以為是對環境沒有害的 但其實是有害的 因為當一些低劑量的農藥呢 其實牠們會在生態系統那裡累積 或者牠們殺不到牠們的成蟲 但是會殺到牠們的幼蟲 以蜜蜂為例子 有科學家已經研究到低劑量的一個農藥 如果當我們噴這個牙蟲的時候 如果這些農藥噴到粟米的花的時候 蜜蜂就會把這些花粉 帶有農藥的花粉 帶回去巢那裡 當牠們去餵食牠們的幼蟲的時候 如果牠們身上也帶有這些農藥的時候 雖然牠們的幼蟲不會馬上死亡 但是這些這麼低劑量的農藥呢 會令蜜蜂變蠢 而科學的研究發現 這些蜜蜂長大之後 是認不到老化的家 或者牠們跳蜜蜂舞的時候 會跳錯 帶領牠們的同伴 是找不到正確的物園植物的位置 這個就是我們的科學家 為什麼這麼建議大家 即使現在的法規 說可以用這種農藥 但是其實這種農藥 也會對生態系統有害 只不過人類未發現到 或者科學家未知這個影響 所以非不得已 我們都是主張用農藥 我們現在推行的有線農業政策 聯合國其實都是有一個 叫做如果這種蟲未遺害到 我們的經濟水平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未必要去做一個 這麼極端用農藥去消滅牠們 因為最後的農藥其實都會回到泥土 或者農藥殺了這隻蟲 然後這隻蟲又被鳥鳥捕食的時候 其實那些毒藥一直履積在鳥類那裏 那小隻的麻醉又被大隻的麻鷹吃 那其實毒素可能會履積到某一個水平 然後可能更加會對大型一點的捕食者 是有一個致命性的 我們這個可以叫做生物放大效應 那我們現在很多糧食作物 其實都是面臨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因為以前亂用殺蟲劑 就導致了我們選擇了一些 我對這些殺蟲劑很有抗性的昆蟲品系出來 或者一些很適合殺蟲劑的物種出來 所以導致了我們現在會見到 為什麼我們會經常見到 有些叫做抽痕昆蟲 或者是有些飛鑊 或者一些害蟲大爆發出現 其實如果當牠們這些害蟲更加抗弱性比較高的時候 我們更加很難去用我們以往所認知的殺蟲劑殺牠們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加倍用這些殺蟲劑呢 那這些昆蟲會不會更加演化到更加具有抗性呢 其實有很多研究都表示了這個預測是正確的 當我們用更加毒的藥去殺牠們的時候 其實牠們的抗性是會更加高的 只不過我們當下看到可能過了兩年三年或者五年之後 其實牠就會有一波大爆發就會出現了 這個就是我們說生物要在一個環境生存 牠要適應環境 就算我們落農藥底下 總有會有小爆發的昆蟲是捱得住那一陣 而這一陣再繁殖的下一代 可能會更加有抗弱的能力 其實這個概念也可以用回我們細菌之間的展震 抗生素的情況其實都會有類似的 細菌越來越抗弱 我們也沒有好好去處理抗生素和疾病的時候 一產生一些很嚴重的抗弱性細菌 我們人類就完全沒有辦法去對付了 其實都是類似的一種原理在裡面 剛剛說到就是糧食 其實澳門因為沒有出口一些糧食作物 我們會面臨海蟲抗弱性的問題是什麼呢 我們會有蚊 如果我們經常用一些殺蟲劑噴蚊的時候 當我們以為殺到蚊 我們就OK了 但其實如果我們這個殺蟲劑 是會存在在這個環境裡 其實人們都會累積這些殺蟲劑 或者是如果那些殺蟲劑噴到花上面的時候 如果那些花粉又被蜜蜂帶回去 巢的時候就會殺了它們的幼蟲 就令到蜂蚱蟲衰竭了 如果到後來過多幾年之後 如果蚊適應了這種殺蟲劑的時候 它又會變得比較多抗弱性 就會變成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目前政府或者其他防止蚊的一些組織 都建議就是清漬水 和減少它們的滋生源 這個來說才是唯一一個正確的手段去處理蚊 但是有沒有一些方法去剃到農藥呢 目前科學家都在研究利用細菌 或者用一些珍菌的方法 有專一的珍菌針對蚊去做一些生物防止的時候 因為這種細菌或者珍菌和這些蚊是長期的演化 有這個特性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些生物防止 相對來說會比較安全 提到蚊可能也有些例子 在家裡除了會殺蚊之外 大家應該最煩惱就是蟑螂這件事 我記載早幾年這些產品 它就不是再用化物質 在日本用冷凍的方式一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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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蚊去到低溫 失去了活動機能低下情況等你去處理 這些都是相對來說比較有先的方法 因為通常這種壓縮起體 亦會有一些其他化物質 令它可以做它的壓縮和噴射的動作 但總比直接用我們傳統的細蟲劑 亦叫噴霧那類的更加好的 是的 最好都是及時清掉你的家裡的垃圾 或者垃圾桶加個蓋 或者是食物封號 基本上如果它們沒有食物的時候 它們自然會去你旁邊的屋 是的 亦是令它不要吸引在你家裡逗留的一個好的方法 是的 我們剛剛講到蜜蜂 我們會知道蜜蜂除了會給蜜糖我們之外 其實它們有什麼用呢 其實我們現在是有研究表示 如果我們在超市看到有十款的水果 如果沒有蜜蜂的時候 我們是會少了三款到四款的 因為我們由食的食物裡面 我們有三分之一的作物都是依靠蜜蜂去授粉 才會得到回來的 我們雖然在澳門那裡身處的城市 我們見不到 但是其實在一些農業的一些地區 其實它們是會載著蜜蜂去進行這個授粉的動作 可惜就是近年我們會發現了 為什麼蜜蜂會大量消失 其中有科學家就發現了 其實我們現在用所認為有線農藥的劑量 其實都會令蜜蜂或其他的受粉昆蟲受到影響 原因就是因為那個劑量未必會馬上殺死蜜蜂 但是它們是會令到在蜜蜂裡面的幼蜂 腦部發育是有點不正常的 那科學家就研究蜜蜂的那個大佬 就發現了 發現到他們那個學習能力 和一個臭味和記憶能力的區域 在發育過程當中 如果被農藥所污染或者是接觸到的時候 他們幼蜂的區域是會變得比較弱的 所以也都證明了其實 我們人類應該更加減少肆胸和藥 如果不是我們超市裡面 或者看到市場上的藥物其實是會消失了的 蜜蜂它還可以提供到一些花粉 給我們人類去做一些藥用的用途 因為花粉其實是有一些抗菌的成分 因為有這個成分 所以我們有時候如果是有些喉嚨有些嚴症 或者想改善我們的免疫體質的時候 或者有時候中醫也會建議你 或者一些醫生也會建議你 隨食一些花粉去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會看到花粉其實是哪裡來的呢 就是大家看到蜜蜂的後腳 會有一個黃色的圓點 其實這個位置其實蜜蜂來講 它就好像一個瓷巾的構造 它們就可以幫助它們把花粉刮下來 它刮下來的時候 它會有其他少量的花粉 黏在蜜蜂身體的上下左右的位置 其實這些花粉 如果當它們去到另一朵花的時候 如果花粉和黏在它們結合的時候 就會令植物結果 我們現在看有個研究就表示 世界上有76%的糧食作物和84%的植物 都是依靠蜜蜂和其他野蜂去受粉的 不單是蜜蜂很重要 還有其他的朋友野蜂也是相當之重要 因為有很多野花野草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蜜蜂未必是他們專一的受粉者 因為蜜蜂飛的頻率是有一個固定的頻率 而其他蜜蜂飛也有一個固定的頻率 而這些固定的頻率其實是有專一性的 所以它們都是值得受到我們的侮辱 無論任何一種蜜蜂都好 所以大自然就是有很多不解之謎 但是人類就一直抽屎剝間地了解 究竟生物和環境之間是有什麼互動 我們如果知道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如果我們不見了它們的時候 這個生態系統會往哪一個方向去變好或者變差 我們人類就可以知道 之前一直流在一起 旁邊的機場 我們社交人數字幕提供 我們會有什麼的 希望有關的這個事 我們會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會れ們有什麼的 我們會把你當作的 我們會有什麼事 我會覺得很大的問題 我們會讓它們